反贪会立案调查疫情期间一些医疗采购项目涉嫌贪污滥权和欺诈 卫生部前部长纳都斯里阿汉巴巴今天就坦诚 当时许多紧急采购确实没有经过常规程序 他曾接到相关投诉并且出面劝告 无论如何他表明会配合反贪会的调查工作 另一边乡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和公众党主席纳都斯里安华 敦促反贪会公开更多案情 包括涉案部门和涉及金额 并让人民知道有没有部长及人物牵涉其中 同时也要求国会公共账目文会介入质询这宗弊案 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湛巴基昨天揭露 一些医疗服务采购项目涉嫌贪污滥权和欺诈行为 当局正着手调查 事情曝光后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门都斯里安华巴巴今天出席活动时 被媒体问到此事 这名卫生部前部长说明 疫情肆虐期间 许多采购项目第一次以剪辑方式处理 没有遵循常规程式 并且在执行上出现混淆 其中一些紧急采购被迫预先下定 有的则要先支付定金 他承认在掌管卫生部期间 曾接到有关投诉 发行问题出自行政阶段 本身也曾出言规劝 阿汉巴巴承诺 他将毫不犹豫协助反弹会调查此事 随着反弹会不点名抨击官员 在疫情期间趁火打劫 另一边乡的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也不满涉案者 在人民受苦之际混水摸鱼 贪赃枉法 他在文告中促勤反弹会 以更透明的做法 将涉案部门和机构公诸于事 并揭露涉及金额等详情 以及有没有部长及人物牵涉其中 他也呼吁监督公共采购的 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 传照反弹会提供资料和进行质询 此外 共政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同样要求公开更多案情 揭露这两年来涉嫌盗用公坛的名字 并严厉惩惩罚这些涉案者 与此同时 安华赞同反弹会追讨所有 留到海外的一码公司资金 但是当局必须快马加鞭 因为这非但牵涉掌权者的贪污行为 也展现出我国对待这种歪风的态度 根据反弹会 有人在医疗服务采购上涉滩 烂权挪用原住和振兴配套 医疗用品等也存在诈骗成分 口罩手套等出现假货或品质低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